怎麼樣去做後續的開發 其他我想理論的部分第一章 還有很多各位就自己再看一下 比如說這個編輯器的特色 應該不用講 在front page應該也沒有人在用了 不過國家考試還在考 front page 光軟體都找不到了 現在 有時候人家詬病說那個國家考試 考電腦類好像在考古 所以 OK 我好像聽說已經有那個網頁設計好像有出道 以及的考試 那其實國家考試應該來考個什麼考App 這個才有那個什麼 感覺好像才跟得上時代潮流 我們現在很多公司行好都很缺 要 製作 設計App的人才但是正哪裡去找 而且App的設計方法有很多種 找人才就是個頭痛的問題 那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 相關的技術 我想各位如果有時間的話 因為太多了 我們這個課程沒辦法 很詳細的 跟各位 說明這些理論的部分 如果各位有時間的話 了解一下 HTML5 到底HTML5 第五代的語言 跟第四代有什麼差別 這個我想各位手邊或者坊間的書籍一堆 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那現在的話基本上 手機上App都是第五代的 然後我們需要的就是用HTML5 所制定規則 制定出來的規則來開發App 那就標準的 這個這個環境 另外還有CSS 所以如果你對CSS 如何去 針對你的App去做一些像版型的 像是一些 外觀的特效 甚至動畫 那你可以用 CSS來做 那現在最新的是CSS3 再來是JavaScript 如果你對JavaScript不熟的話 你也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那這個地方JavaScript跟Java其實很類似 觀念上面其實 也是相通的 也是基本的語法 那我們會用JavaScript語法 然後利用一個 剛剛有講過一個叫 JQueryMobile的一個 套件 拿來 幫助我們快速開發 不過前面的課程 導致還沒有 講到程式的部分 後面的話慢慢慢慢就會有一些 需要 做程式開發的部分 OK 這個剛剛講JQueryMobile 那其實各位如果要查詢 JQuery什麼叫JQueryMobile 你可以到一個網站 其實網址就是 JQueryMobile.com JQueryMobile.com JQueryMobile 實際上是用在手機上面App JQuery是用在什麼 用在網頁上面 其實很多前端工程師 用的都是這個JQuery的套件 所以如果你有朋友在當什麼前端工程師 這個JQuery他絕對知道 而且他用的非常的普遍 現在好像八九層以上的前端工程師都是用這一套來做開發 那主要是怎麼樣 因為以前JavaScript真的很難用 很多對他誤解很深 因為覺得這東西太難用 所以JQuery他就把它打包了 所以他做了很多的函事庫 比如說以前 你要寫很多JavaScript的程式 他就幫你打包好 然後可以很快你呼叫他 他就可以幫你做出你要的樣子出來 所以前端工程要做的就是了解這個 這個 這個框 這個 framework 這個算是 函事庫 他要怎麼去使用 他要怎麼使用 其實也非常的簡單 我建議各位可以到他的官網去 他的官網其實就是這個網址 JQuery 有沒有 點看 就是網站 裡面的話我發現他的說明也非常的 非常的 JQuery JQuery 點看 Q JQ U E R Y 點看 沒評錯 OK 那裡面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download 他的函事庫 可以直接把他download下來 最新的版本 OK 然後還有 相關的說明 API Document Document Tation 就是 他的相關的文件 等等的 有時候我會到這個網站的 這裡面文件稍微看一下 那JQuery部分 那另外有JQuery Mobile 我想各位可以到這個網站去稍微看一下 那JQuery Mobile 他的連結是在這裡 你到JQuery網站上面有沒有 第一個是JQuery 第三個是JQuery Mobile 那相關的說明也在這裡 不過他缺點就是全部都英文的 OK 目前沒有其他的 沒有中文版 所以如果其實你要把這些東西學會的話 最好當然還是看第一手 OK 那有空的話大家看一下跟各位 稍微補充說明一下有關JQuery Mobile 那他的那個 Demo裡面也蠻多蠻詳細的 還有那個API的那個文件 這裡面也蠻多的 所以你可以到裡面看一下 他有哪一些效果 其實他這個網站做的還蠻不錯的 說明非常的清楚 提供給各位跟各位說明一下 大概是 這樣 其他的話 Fonegap的特 Fonegap到底是什麼 在第一章的那個 裡面也有啦 重點就是 他其實他的特點就是輕量級的架構 其實怎麼樣 檔案就100多K 而且非常的精簡 然後節省開發 維護成本 這個大概也是 因為很簡單嘛 其他觀念就是網頁 所以不需要像以前要寫Java程式 開發的門檻低 基本上一般人就可以 開發 那你只要有一點點JavaScript的觀念就可以上手了 然後 諸如此類的 這個部分我想理論部分各位再花一點時間自己再看一下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要進入到 這個Dreamweaver的開發環境 怎麼樣可以快速開發 比如說我今天 我有 我要做出一個很簡單的一個 App 這個App 裡面假如有三個page好了 一進去就首頁 第二個page你可以跳到第二個page 第三個page可以跳到第三個page 然後可以互相連來連去好了 那以往如果說你要做這件事情 在Android裡面開發 你就很頭痛 為什麼 因為你在Android裡面開發你要了解什麼叫activity 什麼叫Intent 然後什麼叫做什麼 呃全線的設定 就裡面有個 就是就是manifest檔要設定 太複雜了 那如果說你今天呢 要用 做出一樣的東西 可是如果用這一套來做 哇就簡單太多 一行程式都不用寫 但是呢你需要 會需要有一個環境 就是這個環境 那這個環境 打開來之後的話 我們要做什麼樣的設定 首先第一個我們要建立一個 建立一個app 的 網站 其實他是一個網站 那將來怎麼變成一個app呢 就是透過我們上個禮拜 到phonegap上面申請的帳號 利用那個帳號幫我們轉換成一個app 就可以 下載下來一個app 所以那個網站 那個帳號 做的事情 實際上 就只有 轉換的動作 網站 轉成app 然後呢 再裝到你的手機上面去 不過他也會提供一個 QR Code 所以你將來如果 傳上去之後有沒有 可以馬上利用那個QR Code 裝在你的手機上面 因為那個QR Code一拍照 就直接download到你的手機了 那這樣其實就 非常的easy 也就是你手上 需要有一支手機 智慧手機 不過目前 大概iOS有問題 因為要需要一個開發的帳號 所以你要用的是 Enjoy的 智慧手機 第一個 第二個你那支手機 要先裝一個app 就是 那個什麼QR Code Scan 應該都有吧 現在好像QR CodeScan 這已經是 很普遍的 你會發現好像現在到處 都有QR Code 而且QR Code用的越來越普遍 為什麼 因為 以往要輸入一個網址 要抄那個網址打上去 可能打上去 按Enter 其外連結不到 也許你抄錯了 而且你也很懶得打那個網址 即便再短 還是容易打錯 可是QR Code一掃 就直接連進去 所以這個是一個風潮 那 將來我們也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裝在手機上 所以基本上以往 以前要 學那個Android開發的時候 光要看到App 在手機上 一個學期 恐怕還看不到 可是今天呢 等一下我們做完 你在手機上就可以看到你的App 只要你有網站的概念 所以第一個請各位把這個環境 先建立起來 對不對 第二個的話呢 請各位看到這邊的網站 那不過特別注意我的環境 我是把我的習慣 是調成傳統的 因為呢 各位以前有沒有用過他前面的幾個版本 因為他這個是6 對不對 那如果你以前習慣那個什麼最早不是有3456 那前面幾個版本如果說你習慣用前面的版本的話 那你就調成傳統 我習慣用傳統的 看 各位如果習慣用別的方式 OK 第一個 把這個地方 調整成 傳統的一個模式 OK 第二個的話呢 請各位建立一個網站 其實就是一個網站並App 那你們就是在這邊按下新增網站 那網站的名稱的話 基本上第一個 我們就打上 比如說很簡單 就是第一個App 那你就打一個 第一個 就這樣OK 然後放的位置的話 你就放在桌面上好了 或者你的 看你的那個 這個這個隨身碟裡面也OK啦 如果我不知道你們放桌面上會不會不見 好像放低碟 應該會在 所以如果你低碟 不會還原的話 你就放低碟 OK 那我是放桌面上 儲存 那這個地方特別注意 因為呢 這個網站 他就會把桌面當成一個 資料夾 那就不對 特別注意 請你在桌面後面 再增加一個什麼 增加一個 這個是一個資料夾名稱 也就是說 將來 我們會在 他會自動幫我在這個地方 新增一個資料夾 那資料夾名稱就叫 第一個App 那網站的名稱就是第一個App 應該了解意思吧 那其實一個網站是一個資料夾 只是說放在裡面而已 OK然後呢 接下來儲存 好 儲存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 在這個地方 右下角就會出現 有一個你的網站的架構 那裡面呢 沒有首頁 所以我必須要新增一個首頁 叫index index.htm 那你在桌面上面 也會看到什麼 看到一個 我們剛剛建立的這一個 剛剛建立的這一個 有沒有資料夾 打開來看 裡面是空的 有沒有 OK 第一個App 那接下來就是說 我們要在裡面建一個首頁 那首頁建立方式 開心檔案 OK 開心檔案裡面的話 特別注意 我們就直接選 選一個空白的網頁好了 我們自己來新增 後續的版型 那特別注意就是說 後面的話 最重要的第一個一定要 把它改一下 就是改成什麼 文件類型 開心一個 檔案新增一個文件的時候 空白的頁面 請你選擇 html file 按建立就可以了 這地方html file 建立 建立之後的話 直接我們就把它儲存好了 這個這個名稱 我們就直接把它做一個先save好了 所以做一個儲存 名稱的話 把它存成叫index.htm 就是我們的首頁 htm OK 按一個儲存 儲存之後的話呢 我們在 這個地方就出現了 有一個 網站 加一個 首頁 那只是說呢我今天如果希望在我的手機上面 一跳出來 這就是第1頁 還可以連到第2頁第3頁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我想畫面先換給各位 先把這個架構先做出來 等下再來繼續看 像個月 在一旁 連結 我 回錦